收拾喜惑双第一!Jesse J在夺冠,创造五官新历史。 昨晚,歌手2018进行了最后一场常规淘汰赛。 也是歌手系列的第87节目。收拾喜惑双网第一! 歌手,话题榜总榜,综艺榜双榜第一。微博主话题阅读量达115.8亿。 讨论量达3600.5万次。所有参赛歌手全部登上微博热搜榜单。 展现超强穿平影响力。感谢大家,我们将继续邀您一同前行。 冠军时刻,恭喜Jesse J在歌手2018节目中夺得五次竞演第一。 是无前例的撞曲,创造了歌手,五官新历史。 本周冠军为她加冕,她是强音Jesse J。 昨晚,Jesse J脱下水晶鞋赤城县唱了一曲金球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的提名,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主题曲《Reflection》。 《花木兰》,中国古代金国英雄,忠孝结义,代附从军机败入侵民族而流传千古。 在那个年代,木兰是特别追求自我想法的先锋女性,追求自我独立,这是一件看起来很酷但并不简单的事情。 她说,其实参加歌手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歌手所在的文化跟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会有很多不同,我想加入这个节目能够带来一些文化的一些不同,展现自己的一些特色,和幽默感。 来到这里,她感觉自己就是歌手里面的花木兰,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爱。 这个节目所向观众展现的最主要的内核就是音乐,这是所有歌手为自己发声的最佳方式。 她说,这个舞台最重要的不是竞技,不是比分,来到这里更重要的是,因为中英文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就像我拥抱中国文化,然后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去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然后特别是英国的文化,英国的音乐。 在正式竞演的时候,因为地板太滑所以Jesse直接脱掉了鞋,一蹦一跳走上了舞台,模样十分可爱地开始了自己的竞演。 其实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这位竞演歌手在连排时都曾因为音高和身体的问题无法演唱完整首歌,他只是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声,晚上我会唱上学的。 上周的节目中,Jesse去到了听障儿童康复中心,面对听力有障碍的小朋友们,他笑起了音乐,玩起了游戏,尽管有再一次止不住眼泪,但是他说这是见到这些孩子开心的泪水,他很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去让更多人关注着一群孩子们。 他如花木兰一样坚强,善良,有什么理由不爱他? 正如昨晚,在歌声中,灰红磅礴的弦乐背景下,凝结而出的是一个对自我无比真实,富有勇气,爱与意志的女子。 他拥有战士一般坚定的眼神,更有圣人一般盛大的爱与包容,诺大的气场充满了全部的音乐空间,入耳入心,经久不散。 感谢Jesse让每一次的演唱都如此高级。感谢你带给我们每一次超出音乐的感动。 更多精彩。请关注本周五晚二十点歌手。 每周五晚二十点。拾起世界纸及肌肤的声音,递出真正闭致灵魂的音乐。 翻篇过往荣光与热泪。歌手为你歌唱。